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为了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继续学习《山说海》 前面已经讲了 烦恼的危害 观察自己的承诺 不应该生起厌倦之心 同时也要发愿坚持不懈地 对治自相续当中的所有烦恼 现在我们正在学习 这一段的时候 在颂文当中这样说的 我能被烧杀 火造断土口 燃心中不去 水酒烦恼地 这个颂词的字面解释 比较简单 意思就是说 我宁愿意遭受 极为燃烧的熊熊烈火当中的痛苦 也可以将我的头颅 被别人砍断 这都是没有事 就是让我的身体在火源当中 烧尽无欲也可以 让我与烦恼作战的过程当中 整个我的身体切成一块一块 最后全部一点也不剩下 到了这样的境地也可以 但是我们人在一生当中 获得这样的正法非常难得 一定要与烦恼相斗 不能在他面前倒下去 一定要获胜 一定要获得战胜 我始终不能取救 或者不能倒在烦恼面前 随着烦恼摇摆 这一点作为一个修行人 也一定要发这种誓愿 平时我们的修行好不好 我觉得主要是人的这种觉醒 看你这个人觉醒大不大 如果你觉醒非常大 就以前虽然自己 做了很多的坏事 在自己人生道路上 有很多的坎坷不安 但是我现在遇到了善知识 遇到了真正的佛法以后 重新做人 那么以后不管是遇到任何 这种贪心 嗔心 痴心 嫉妒 留到根本烦恼为主的 所有的八万四千烦恼的魔君 我一定要与他们作战 在作战的过程当中 我一定要坚持 获得最后的胜利 所以我们世间的一个人 应该所谓的英雄 他决心的力量非常大 他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 有了这样的信念以后 心的力量是相当大的 他对哪一个人作战 获得战胜 获得战胜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 也实际上是一样的 原来比如说两个人出家 两个人出家的话 那么一个人的决心相当大 一个人就决心不大 但是决心大的人在修行过程当中 也是他愿意苦心 然后一切违缘 一切障碍 他就愿意对治 这样以后 最后他有成就的这种机会 就是比如说两个人 到印度去俱进 或者到藏地去学法 或者在自己的家乡 依靠善知识的教言来修行 但这个效果 完全是不相同的 因此我想 我们大家每一个人 在心里面应该这样想 我以后 尽量短暂的这种人生 用在修行方面 应该用佛法来 调整自己的相续 这一点非常重要 也许我的下半生当中 非常顺利 一帆风顺 也许有各种不同的 一些困难 违缘有一些坎坷 不管怎么样 我一定要在烦恼面前不投降 烦恼面前不屈服 一定要坚持坚定 有这样的想法 应该能获得利益 所以我想有些人在以前 遇到一些 违缘的时候的这些修行人 跟我们完全是不相同的 以前我们那边 也是有一个老出家人 这个老出家人 当时在文革期间辟度 在辟度的时候 要求他必须还修 但最后他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 我现在这样的老僧人 这一条命 我就可以给你们 但是我身体上面的法义 身义根本不会脱掉 我可以最后付出 我的生命都是无所谓的 后来通过因为他们的辟度 有棍棒等等 来让老修行人 已经圆寂了 也有这种 所以这也是说明 他对烦恼 他对违缘的一种战胜 自己修行的力量 那么这样的战胜 实际上对他的修行和境界 有多大的利益呢 当然我们这个不用说了 因为有了这样的 新的力量 他的成就的境界 一定是增上的 这一定是通过我们佛经 包括释迦牟尼佛的 很多公案当中来也可以说明 每一次释迦牟尼佛 在因地的时候 遇到一些 比如说敌人的攻击 或者遇到一些 最大的违缘和烦恼的时候 他就宁可舍弃自己的生命 宁可舍弃自己的身体财产等一切的一切 但不愿意自相续当中 被烦恼染污 这就是佛陀对烦恼的 一种对治的方法 所以我们这里的有些人 以前可能脾气也不太好 经常生气 经常给别人吵架 打架 竞争 有这种情况 但后来通过学佛 知道一切不应该如实地做 后来在自己的修行上 行为上 具有一定的调整 所以我想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 在自己心里面 应该发这种愿 以后其他我的一切 一切舍弃都是可以的 但是在烦恼面前 千万不能失败 这一点我们作为一个 大乘修行人来讲 始终都是要自己 保持的一种信念 那么接下来过后 我们就学习第三个问题 也就是说 能断除烦恼而生起欢喜 我们有些人可能这样想 所谓的烦恼 如果这样真正能断除 倒是可以的 但是不会这么断除吧 其实我们断除 又会不会在此相续当中 反反复复地产生 这样那就没完没了 我就永远也是 可能没有一个脱离烦恼的机会了 有可能这样想的 但下面就是说 不会有这种困难 烦恼跟其他世间的 原地是不相同的 那么烦恼断了以后 它也不会再有 产生的机会了 常地受驱逐 人可居他乡 明珠宣复凡 或者不如是 他这里 我们就不用这样担心 世间的这些 平常的一些普通世间敌人 那么他们通过战斗 通过作战以后 后来把他 被驱逐到处境了 驱逐到处境以后 仍然可以盘旋在他乡 然后他自己的势力 各方面得到雄厚 力量得以恢复以后 他可以返回来 然后卷土再来 再可以向你进行作战 有这种情况 可是烦恼敌人 不会这样的 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用智慧的宝剑来 从根本上 断住他的种子 就像已经烧嚼的种子 再也不会产生他的度过一样 再也不会有这种情况 我们从世间的历史上看 世间的敌人的确也是有这样 今天我们开始互相争斗 争斗以后 也许别人的势力 逐渐逐渐减弱 然后在这一次的战场上 可能会打失败的 有这种情况 原来我们有一个老乡 他经常爱说大话的 然后有一天 他给别人打架的过程当中 大家都明明看到 他已经失败了 然后大家都很高兴 给他说 你怎么轻声说得如何如何的好 今天为什么 压在别人的下面呢 你今天为什么 已经失败了 他说 我们两个是经常这样的 有时候我得战胜的 有时候是他得战胜的 今天是我故意让给他的 是这样 有时候可能也有 故意让给他的 也是有的 但有时候实在不是故意的 真正实在也没办法的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以前从历史上看来 也是在春秋世纪的 当时应该在无国和越国 做战争的时候 有一个越国王 叫做狗奸 狗奸他在无国国王面前 已经受欺负 在十年当中 每天都是唱一点苦担 然后心里面一直 原来我们在这里面 有一个道友也是说 君子宝出十年不枉 君子宝出十年不枉的话 也是不是一个小和尚所说的话 也不太好 但是当时也是他就是为了宝出 一直在别人的麻眷当中 睡在行草上 然后每天 唱苦担的味道 他就心里面一直想 在这种宝出不能枉 每天自己面临自己 一直恶心常叹 后来到了十年的时候 通过西施吧 应该是中国十大美女之一 通过他的引诱 最后战胜了什么 战胜了无王 而重新建立了他的国家 这也是 如果世间的敌人在别的地方 他的力量得以恢复的时候 他也可以返回来作战 后来还有那个经过的王子 冲儿 他也是实际上 也是这样的 在外面一直流浪 到了七国 到了真国等等 去了很多很多的地方 有时候得不到什么吃的 获得一点稀饭 然后稀饭里面多加水的时候 给很多人 他属下的很多人分了 后来在外面流浪了十九年以后 才回国 重新也占有他的国家 因为他在外面 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 将自己的力量恢复 最后回国 不过他们回来的时候 过黄河回来的时候 当时冲儿将把自己外面 原来用过的所有的鞋 衣服 旧的东西 全部扔在黄河里面 然后对他身边的 那个叫做护炎吧 护炎他觉得 你以前旧的东西 全部都扔掉 你回到国家以后 你以前旧的东西 全部要扔掉 我们都不想回去了 你也可能把我们也是扔掉 后来他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把扔掉的东西 全部又捡起来了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所以世间的敌人 的确也是从历史上看 外面的一些流浪政府 外面的一些流浪的王子 前一段时间 太过的他心中立吧 他也是跑到英国去 这种情况 在世间当中的确是有的 在外面他的势力 得以凶厚之后 就开始回来 对你进行作战 最后自己也是 根本没办法保住权力 这种情况是有的 可是烦恼与这个事情 既然不同 怎么不同呢 我们通过智慧来 进行观察 烦恼的根本 知道是费力作业 然后费力作业 从根本上断除 从根本上断除的话 那么他再不可能有产生的机会了 当然现在有些法师 以前我也在讲过 他们有些录音带里面 传法的时候说 佛法里面 有些事情也不好说 比如说到了八地菩萨的时候 才算是真正的不懂敌 不懂敌 那么没有到八地菩萨 包括七地菩萨的时候 他还有退失的危险性 大家保不住 靠不住 大家注意等等 会这样说的 但是这些说法可能也有一些 高僧大德们的 金刚语有一些密意的吧 否则 我想是我们学习过的一些 比如说 十地经也好 两切经也好 或者一些月成论时的 《入中论》等等 有关大乘经论 包括密勒菩萨的 《现观传论》 《金光传论》等等 有关大乘的经论当中 一般来讲 获得一地以后 再也根本不会退转的 《生月如来家族中 永断一切三种劫》 我们《入中论》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嘛 获得第一地菩萨的时候 所有的我间 意间 金曲间 三种劫都 全部已经断除了 《现观传论》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得人不会堕恶趣 获得人为以后再不会 我们加行道当中 获得人为以后再不会堕入恶趣 所以一般来讲 你到了七地菩萨 还有危险性的可能 恐怕是没有的 这是你真正要看 一些大乘经典 大乘论典的话 哪一个七地菩萨 堕入恶趣了 哪一个一地菩萨 转到地狱里面 恶趣里面 当然恶趣里面如果特意 自己为了度化众生而 实现到一些众生面前去 这个是可以去的 《地藏经》当中也是说了 我们当时阎龙族是这样说的 说地狱有 两种众生是经常有的 一种凡夫业力深重的人 专门来受苦的人也有 还有一种诸菩萨 来专门度化众生的 菩萨的幻化显现 这种人也是有 除了这两种以外 一般来说 地狱里面也是没有的 地狱就是监狱一样的 监狱里面一般来 或者说是凡人 或者看守监狱里面的监狱 或者一些里面的狱族 从来这个以外 基本上在监狱里面找不到 其他人想去 也是可能没办法去 有些道友很想去 监狱里面去看一看 但是恐怕是不现实的 这里面不准去的 地狱也是这样的 要么是正者的一些诸佛菩萨 专门到那里去度化众生 那么或者是真实的 业力深重的众生 所以我们种子 从根本上断完了以后 有没有再次的佛生 根本不可能有的 任何一个植物的种子 从根本上 你在火里面烧完了以后 有没有再次产生呢 不会有的 所以法成论师 也是依靠这种比喻来宣说 自相续当中烦恼的种子 断完了以后 再也不会产生的 我们历史上也是 许多高僧大德 他们通过对治的智慧 能断除自相续当中的 一些所知症和烦恼症 以后再也不会 扭转轮回的情况 不会有这种情况 因此我们要一方面 懂得佛教的这些真理 这一点非常重要 如果佛教的真理没有懂得 虽然口口声声说一些佛理 实际上有些问题上 可能真正佛经的意义 也有一定的据理 这是一个情况 然后下面我们这种烦恼 既然说已经断完了以后 再也不回来 那大家都有信心了 烦恼跟其他世间的敌人 不相同的 世间敌人 我今天消灭他 他们可能智子顺顺 或者他的亲朋好友等一些人 有强大势力的时候 向我进攻 有这个可能性 而烦恼完全断完了以后 再也没有出现了 再也不会出现的 这就是我们从一些 历史上的高僧大德 诸佛菩萨的实际来 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下面就是讲 下面我们烦恼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断呢 应该用智慧的慧眼来断 慧眼来怎么断呢 意思就是说 应该用智慧的眼睛来看一看烦恼 它的根本就消失 不存在 然后我们用智慧来 进行观察烦恼的时候 烦恼所取的地方没有 所住的地方也没有 如果烦恼的本体 所取所住 它的本体 形状 颜色 一切的一切都是不存在 它怎么会来对我 进行加害呢 就是不可能的 关键是我们在座的人 缺乏我们的清净 如果有了这个清净 那么世间所有的人 可以有对付烦恼的这种机会 以前我们上师如意宝 也是这样讲过 如果你不懂窍诀的人来讲 对着烦恼是非常困难的 如果你懂了窍诀的人 的确是对付烦恼非常容易 一如犯障 非常容易 应该我们也可以这样看吧 历史上的包括佛陀也好 我们小城当中的 阿难 舍利子等等 大城里面的文殊菩萨 观音菩萨等等 有无数的智者们 人们工人的 不管是藏地 汉地 印度 历史上这么多的成就者 这么多的修行瑜伽士 都通过自己的力量 发挥作用 修行 最后在自相续当中的 这些自相的烦恼全部推翻了 最后自己也已经 获得了圣者的果位 这样的实际 当然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来讲 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说 只要是用智慧来 进行破析烦恼 就用智慧的烟 来进行破析烦恼的时候 表面上看来 所谓的烦恼是非常可怕 我们有些人说 我现在相续当中生起了 嗔恨心 怎么办呢 不行不行 我相续当中生起了 贪心 嫉妒心 那我怎么办呢 我怎么坏啊 就非常的害怕 但是我们通过另一种方式来 应该用对付烦恼的窍诀 如果知道这个窍诀 就像是屠夫三窍语杀生 他看见那一个动物 非常庞大 但是他知道在哪一个地方 有他的血脉 有他的命根 他拿着刀 马上吃肉在这个地方 会倒下去 所以噶当派的好多嘎生大德们 也是这样认为 我们要对着烦恼 要么懂得显宗殊胜的 这个窍诀 像对着烦恼的一些空性见解 或者说密宗的一些 真正是烦恼与本体 智慧的本体 无二无别的这些窍诀 你懂了这些窍诀 应该说烦恼不是厉害的 就我们世间所谓的 只老虎一样的 看起来都是特别可怕 应该说是很凶恶的 但是你真正遇到了一个 非常厉害的修行人 这个毅力也是相当地强 而且自己决心非常坚固的 这样的一个人 对着烦恼 所谓的烦恼不是非常强盛的 应该这样讲 但关键我们世间的 很多人没有精进 有了精进 所有的这些事 没有一个万不成的 所以在《悦乘论》时也是 功德皆随精进行 复毁二种资粮因 《戴书中论》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所有我们的功德 都是随着精进而行的 有了精进 我们相续当中的烦恼推翻 也不是非常困难 世间人也是说了 世上无男士 只怕有心人吧 世间上的任何一个男士 看看你只要是能不能精进 要精进的话 都可以的 所以我有时候这样想 以前高僧大德们的 这些传记 高僧大德们的这些事迹看 好像一个人在短暂的人生当中 根本不能完成 他们写的书也那么多 做的事情也那么多 还有在自相续当中 对着烦恼的功夫 只不过我们看不见 实际上他们的时间和力量 也超越了我们的心事 所以说 这些人为什么这么有时间 为什么这么多的精进 而我们这些凡夫人 为什么现在在轮回当中 还是不能如是地精进呢 就是看自己 没有调整好自己的心 如果你真正经常 观察自己的相续 向圣者们学习 应该可以精进的 我们以前也是讲过很多次 以前也好 现在的一些高僧大德 不管是白天的时间也好 晚上的时间全部都 可以说是正分多秒 应该全部用在 真实的修行上 一般在外面散乱的话 几乎都是没有的 可是我们世间人几乎的时间 全部用在一些没有意义的上面 就是吃喝碗 外面一些没有意义上面 然后真正是用在佛法上面 也是非常少的 这就是我们圣职与 反复之间的差别 当然我们有些修行人 全部完全放弃 家里的事情和 什么事情都不做的话 恐怕这也是 暂时不现实的 但我希望每天当中 应该空出一定的时间 大家用在修行上 不要所有的时间和所有的精力 全部用在一些 没有意义方面的话 到时候临死的时候 肯定会后悔的 是这个意思 所以关键是看我们的精进 因此这样的烦恼 如果真正我们去对治 很容易的 以前的一些 《入行论》的大书里面 也是这样讲的 所谓的烦恼 实际上它这里有一种 侮辱的称呼 所谓的烦恼 只要我们用智慧来进行观察 那么用生意的智慧来 进行观察的话 当下就会断掉的 所以这个烦恼的名称 它这里有一种变异式 意思就是说 它极为的脆弱 极为的可怜 只要是我们用智慧来 以观察的时候 它的本体一定是找不到的 它虽然是一种 染污性的 但是这种染污性通过我们 真无无恶的智慧来 进行观察的时候 它的根本一定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想我们作为修行人 始终也不要认为 自己现在我肯定是没办法了 我人老了 我现在智慧不行了 我现在力量不足 我一定要随着时间而转的 我现在对治烦恼的勇气 力量什么都没有 千万不能置入自己 应该要增强自己的信心 有了信心以后 做什么都是可以成功的 如果连自己信心都没有 那么修行佛法也是不能成功的 因此你们也不要认为 我现在不能背书 所以我肯定是没有这个资格 前一段时间有些人都说 我们偷偷地可不可以 听一听那个《入行论》 我参加菩提学会 没有这个勇气 我说可以可以 偷偷地听 也可以 没有事 因为你偷偷地听 也能得到一点智慧 虽然我们这里 如果大家一起聚合 一起有这种 互动的力量 当然有一些组织 好一点 以团体的方式来学习 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 大家都知道 所谓的自学和真正的学校里面 学习的效果 这是完全不相同的 佛教也是一样的 通过我们考试 通过辩论 思考 这种方式来学习的效果 应该说是很好的 我们也是已经对佛教的教学工作 从事了很多年了 这方面哪些方式对人有帮助 哪些人没有帮助 这一点是知道的 但如果你实在是没有这个勇气 实在是没办法的话 那么通过自己往上 通过其他的方式来法本得到 得到以后 偷偷地看 偷偷地听 这些都不会成为小贼 不会成为小偷了 我觉得这也是你对佛法 有一种信心的标志 有一种信心的象征 所以我想大家 不管是什么样 只要是对自己的相续 得有一点利益 以前不懂的 现在已经懂了 以前不做的 现在已经做了 这就是我们的改变 我觉得要求不太高 应该大家仅仅做到这一点 也是非常好 下一个颂词就是说 那么下面讲 这种烦恼 到底是怎么样观察 不是刚才说 以智慧的言 以观察的时候 所谓的烦恼断了 主要是靠我们的精进 是这样讲的 那么到底我们怎么样观呢 下面作者分析的时候 应该用生意地的方式来观察烦恼 用世俗地的方式来观察烦恼 有两个方面来进行宣说 当然比较广的内容 下面的第九评 智慧评里面已经讲了 生意地当中是 怎么样断除烦恼 怎么样证悟 忍悟和法无悟的道理 我们要讲说第九评的时候 会给大家讲得详细 那么现在这里面是这样 怎么说 虎非诸外境 非诸根深间 也非其他处云和害众生 通过我们观察空性的智慧理念来 进行剖析 进行分析的时候 所谓的烦恼 根本不可能存在 怎么不存在呢 它不可能住在外境上 不可能住在根上 也不可能住在中间 或者中间以外的地方 因此所谓的烦恼害我们 到底是什么样案例的 烦恼根本不可能害任何众生 它这里 从生意的角度来讲 会这样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们可以这样说 观察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相续当中 正在生起嗔恨心 或者是贪心 那么这种贪心 嗔恨心 是不是你所产生的对境 怨敌 或者你的亲人身上呢 这个不可能有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对敌人生嗔恨心的时候 我生嗔恨心的话 我旁边的人 或者其他人对他生不生嗔恨心 不一定产生的 如果在怨敌上面有烦恼的本体 那么不管是任何一个人 看见怨敌以后 应该在别人的相续当中 生起嗔恨心 但是别人不一定产生 所以在外境当中是不可能有的 外境所谓的色深相偎 或者我们贪嗔痴的外境上面 不可能有所谓的烦恼 那么反过来说 外境当中没有的话 我们的眼儿鼻舌身 以六根上面 众生的六根上面是不是有烦恼呢 六根也不一定有烦恼的 因为我们的根 不管是小乘的说法 还是大乘的说法 每一个众生 他自己具足的 可是根具足也不一定产生烦恼的 比如说阿罗汉 他虽然有具足根 但是没有烦恼 菩萨入定的时候 虽然有具足根 但是没有烦恼 我们人死的时候应该眼根 鼻根 当时按照有些宗派的观点来讲 是也具足的 可是这个时候 也不一定有烦恼的 所以根也不一定有烦恼的 那么根也没有烦恼 外境也没有烦恼 所谓的烦恼 是不是根于我们外境中间 这也不可能的 外境的敌人和我的眼根之间 只有一个虚空 这个虚空 不可能产生烦恼的因缘 如果虚空产生烦恼的因缘 那么任何众生 在虚空当中 运行的过程当中 只要虚空当中 因运行的这些众生 全部在他的相续当中 要产生烦恼 但是这也是与我们的显现 相违背的 不可能的产生 那除了我们的根和 经和中间以外 再别的一些 比如说我对 怨地生嗔恼心的时候 怨地以外的 在外面的一些山和大地上 或者外面的柱子品质上 是不是成为烦恼的因缘呢 这也是不可能的 没有的 这样一来通过我们生意的智慧 来进行观察的时候 确实是 在自相续当中 有时候明明产生烦恼 但实际上的确也是没有的 这个时候 可能有些人是这样想的 那不是我们前面说 烦恼已经具住在我们的心里面 一直无始以来 都是住在我的心里面 那么今天说 所谓的烦恼 里里外外都不存在 那这两句话 会不会有自相矛盾呢 就是不会有自相矛盾的 因为我们前面 就是从世俗的角度来讲的 所谓的烦恼也是有的 烦恼害我的作者也是有的 然后受害的对境也是有的 比如说生嗔恨心的话 生嗔恨心对境的怨地也有 生嗔恨心的我也是有 当时生嗔恨心 并且嗔恨心引发出来的 骂骂别人 或者用烧烛来打别人 甚至用石头来打别人 等等也有 有些人 胆子小的人不敢打 然后中间忘怀跑 这也是一种烦恼的 一种象征 所以说我想 宿地当中全部都是有 而通过生意地来 进行智慧 进行观察的时候 就决定是没有的 这不仅仅是我们烦恼和 烦恼存不存在的问题 实际上所有的万法 也是这样的 我们学习《入中论》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吧 乃至微觉三劫有 没有觉之前三劫有 如意觉后三非有 如果你觉了以后 获得佛果以后 那么善者都是不存在的 意思就是说 作者和对境 所作的实在善者 也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因此我们应该知道 现在我们众生正在作梦 在梦中善哉都是存在的 而行觉以后 一切的一切都不存在的 只不过我们 还没有认识到心的本性 没有认识到心的本性的时候 世间当中所有的 这些烦恼的根源应该存在 那么我们有些可以这样想 生意当中是不存在 世俗当中是存在 那这个原因 它根本是什么样引起的呢 就是我们的执著 我执而引起的 我执的本体 虽然像云雾一样不存在 但是不存在 也是在众生面前无期显现的 因此我们没有认识到 心的本性之前 这样的显现 一直也是不能灭的 所以五周也是当时这样说的吧 不是本性 学法无益 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 心的本来面目 即使你学习三藏十二部 也是没有多大的意义 并不是说是没有一点功德 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你主要是 认识到心的本性 你没有认识到心的本性呢 我们平时给别人念经 然后唱颂 这些也是一种形象而已 以前米拉日巴尊者也是说了 说你们佛教徒和本部教的 有些人在尸体的上方 天天唱歌 他以特别讽刺的语气来说 因为我们在给别人面前 实际上心里 自己也是没有挑衅 对众生也没有生悲心 一直本部教和佛教徒 尸体旁边天天唱歌 他也是为什么说 这样的讽刺语呢 就是意思是我们心里 如果心真正跳入 那么你念一句也好 或者稍微作语 对众生也是有一定的利益 所以有时候 我们应该不说证悟吧 心静下来的时候 应该大家都可能有一种收获 都是不相同的 昨天我们好多道友 在忏悔的时候 当时都是心静下来 心静下来的时候 自己以前的一些罪业 或者说自己修行的一些没有进步 尤其是自己在任何人没有 在家里好好思维的时候 我来到这里学了什么样的佛 现在对我的相续有什么样的帮助 一定要我 对不应该随着烦恼而转 自己心静下来的时候 自己很多的过失也是暴露无业的 然后自己相续当中的 什么悲心 信心 有时候真的对祈祷上师 这个时候 你很多人当中 不一定信心是很纯的 然后一个人坐下来 稍微思维一下 那个时候信心就出来了 会有这样的 这就是我们心的本性 稍微有所认识 有所认识的时候 你做什么事情 有力量的 如果心没有什么 你光是在一边走路 一边拉着念珠 有时候还是 虽然有时有功德 前一段时间我要求 也是大家拉念珠 拉传经论 大家应该 作为一个佛教徒的话 你的形象也应该是比较 与世间俗人不相同的 应该稍微有一点标志 这个是对的 但是真正起效果 恐怕是真的 有时候心静下来的时候 效果好一点 但有些人认为 啊 这样我明天就开始闭关 心静下来看看 这种人也要值得注意 不然你长期心静下来 有时候也是没办法抱住 又要开始想出来 我听说我们这里有些闭关的人 很想出来看一看 就是人的分别念 特别不听话的一个小孩一样 然后让他出来 他不想 他一定要静下来 让他静的话 不想静 又要想散乱 这就是我们在命运当中来讲 心有这些过失 但总的来讲 应该说通过神异地 通过以前上师所讲的 一些密法的这些窍诀来 观察自己心的时候 当下应该所有的烦恼 也是当然无存 但这种无存 并不是从断尽种子的 先大概的 我们从凡复地的时候 大概的认识它的皮毛 如果你再进行观察 到一定的时候通过修理来断 思相续当中的烦恼的根本 那个时候再也不会复发的 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有 产生烦恼的时刻 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样 大家还是有时候 用神异地的这种智慧来进行观察 有时候世俗如梦如幻的 道理来进行分析 下面应该用世俗地的方式来观察 所谓烦恼的本体 他这里就是说 我们在生意地当中 烦恼的本体 连幻化的形象也是找不到的 这就是我们以后还会讲 它甚深的意义吧 尤其是到了智慧品的时候 应该大家都会了知的 那么下面就是说 所谓的烦恼 烦恼像幻化时所造的 幻化的这种大象一样 就是所以我们作为信任来讲 最好是没有必要害怕 不用生空心 为了断除这种烦恼 在自相续当中 应该生起无恶的智慧 为了这一点 我们应该值得精进 如果我们断除烦恼 而精进修学 怎么会有地狱的痛苦 无意义当中感受呢 根本不可能有的 只不过我们现在不精进而已 真的要是精进的话 应该说现在都是有办法的 就像是监狱里面 罪业不是特别轻的 只要是他自己下功夫 应该有出来的机会 就像我们也是这样的 只要是你真正要去下功夫 我们也通过中观 通过现在薄弱空性的智慧 谁都可以断除烦恼 我想有没有很多修行人 应该跟从来没有学习过佛法的人 想比较起来 修行人对着烦恼很容易的 因为他懂窍诀 而且他也是 毕竟听了一些中观 听了一些空性的法门 那么知道 虽然烦恼 贪心 嗔心在他面前 他的相续当中就经常出现 但经常出现的这种力量 就像春天吹风一样 不是很猛烈的 你从来没有学过佛法 从来没有对着过烦恼的人 在他的相续当中 这种烦恼就像 怎么说 跟疯子没有什么差别 我们有时候也可以看到 从来没有学过慈悲宗教的人 他们生起嗔恨心的时候 好几个人劝他也是没办法 他的这种嗔恨心 就非常的可怕 生起贪心的时候 这种也是谁也没办法对着那种 但是作为修行人 虽然有一些 在他的相续当中有一些烦恼 但是这种想 毕竟是虚妄的 凡所有相解释虚妄 按照《金刚经》里面所说的那样 全部是 显而不失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显现上 好像是有梦幻一样 有泡影一样的显现 你真正去观察的时候 这种烦恼的本体一下子会倒下去 就像是世间的一些 家里的框架食物一样 一下没有它的本体 这样以后 我们从世俗的角度来讲 应该这样来理解 从生意的角度来讲 一切都是空性的 不存在任何悉论 应该这样来理解 所谓的烦恼 里里外外都是 根本不可能存在 这样来理解 从世俗当中 虽然烦恼如幻一样 如梦一样 如阳眼 如岁月一样 经常显现 但是当它显现的时候 你如果用智慧的言 进行一观察 剖析 一观察的时候 它这样而然变成无踪无影 这一点 我想我们在座的人 虽然我个人来讲 修行不好 但是大家都也明白 怎么样观察 当你生起嗔恨心的时候 嗔恨心的里里外外 都是可以寻找 这个时候也许 也得到生意的境界 什么都得不到 只有一个光明空性的境界 这个时候一种生意的境界 在你的脑海里面可以说出现 然后也许虽然得得到 显而不适的一种幻想 但是这种幻想 根本无利无害的 怎么会是害宗生呢 这就是我们世俗当中 观察烦恼的一种方式 所以我们有时候感觉 修行以后好像没有进步 有时候还可以 跟其他人的烦恼相比较起来 应该有所对治的希望 虽然有些传承上师们那样 烦恼就像如梦如幻一样 相续当中一点无利无害的 可能作用 现在有些人 还是还没有实现 但是应该说 对烦恼有所认识 这一点 我觉得也是很好的 有些人 像昨天有一个人 特别想出家 他就觉得所有的这些时间 也没有任何事业 但是有时候 华智仁波切所讲的那样 偶尔的出离心 也不太可靠的 经常祈祷也是很重要的 但生起这样的出离心 我觉得也是很好的 他非要很快的时间当中 要出家 然后我说 你家里有什么人 他说 我家里都是特别圈的 父亲也有 母亲也有 丈夫也有等等 那等子里面可能不知道 家里很圈的话 这个圈的含义 是不是孩子 父母双全等等 其他的 家里是很圈的 但是觉得家里的 一切事物没有意义的 这也是一种烦恼 显而无视的一种标志 这样想的 前一段时间有个人 也是我们那边的一个人 我经常看见这些世俗人 有时候自己还是心里有一点帮助 其他生意的境界也没有 只有看世俗人 有些人 境界稍微好一点 学习小好一点的时候 天天向他们学习 除了这个以外 自己也是特别惭愧 但是有一个人他说 我今天到我们的老家去了 看什么什么 两个人结婚了 参加他们的婚姻仪式 然后我问 到底是怎么样 没有什么样 他们自己都是觉得 非常快乐 但是已经知道 他们的这种痛苦是怎么样 所以我一点兴趣都是没有 只不过是按照世间的传统来 这件事情已经完成了而已 就是从他的语言里面 心里面生起极大的厌离心 我觉得我们很多的 出家人也好 在家的人也好 对外面这种显而不是的现象 虽然我们也不破不离 看见别人的这种快乐也好 痛苦也好 然后别人生烦恼也好 别人解脱也好 都一直有这种 如幻如梦的现象 但是我们对这个世间 就像以前的 华智仁波切的上师一样 也没有羡慕之心 也没有特别的折破之心 只不过是现在 就像我们昨天讲 一个因明的时候全部是假的 这个显现没办法破而已 实际上这些都是假的 我觉得大家有了这样的境界 也说明说是 这个缓缓般的烦恼 应该不太执著的一种原因吧 主要是我们心里面 对外境没有特别大的执著 自相续当中的烦恼 一定会自然而然会有学见的 自然而然会灭进的 那么这以上 主要已经说明了 所谓的不放逸 就是不放逸 实际上 佛陀在《不可思议经》当中也说了 所谓的不放逸 调伏自心 护持他心 然后不爱生烦恼 喜爱善法 一直自相续当中 不生起贪嗔 竞争之分别念 乃至无有费力作业 不善业 成为不放逸 佛际当中大概有 这么样的经文 这里面已经 总结性的说明了 所谓的不放逸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尽量地自相续论 调整 不要生烦恼 调伏自己的心 这是一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要护持别人的心 大家上师如意宝 也是要接近圆寂的时候 给大家也是这样讲了 不要损害众生 一定要调伏自己的心 不要绕乱别人的心 这就是我们上师的意处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 应该不能绕乱别人的心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 然后自己的心 尽量都是从烦恼的妄固里面 就是摆脱出来 就对治自相续当中的烦恼 如果实在是 不能对治的时候 进行忏悔 就进行 觉得自己是非常忏愧 这一点 所以这以上已经讲了 观察烦恼的过患方面来宣说 下面舍仪 舍仪也是终结本品来说明教言 事与当经理 圆满出血处 若不遵义足 病患何能欲 那这里就是说 我们前面已经所讲了 不放逸的这些意义 第一品当中讲了 菩提心的功德 第二品和三品里面 已经宣讲了受持菩萨戒 第四品已经讲了 这样的受菩萨戒律不能顺顺便便 违反 一定要小心翼翼 精神来护持菩萨戒 那么不放逸的道理已经讲了 但是这种血处 我们不仅仅是从字面上了解 口头上了知 不行的 一定要身体理性 身体理性是怎么样行呢 每一个血处 每一件事情经常思维 即使你没有懂很多很多的知识 也是 大概如菩萨性的血处懂了以后 我觉得每个人的虔诚 有不可顾量的利益 有时候我也经常感谢我们的上师 因为上师给我们讲 比如说《百业经》这样 经常对因果方面特别害怕 起到这个作用 然后讲了一命以后 知道释迦牟尼佛真正是良师父 他所讲的任何一个法 全部是千真万确 然后给我们讲了 一个入菩萨心以后 知道菩提心的功德是这样的 作为大乘修行人来讲 应该不可缺少菩提心 讲过《大圆满前行》之后 佛教的修行人来讲 一定要打好基础 后来讲上师心地等一些密法以后 通过祈祷上师 在自己心的本来面目 一定会有一个证悟的时候 就很多方面 应该有所窍诀的 所以有些人说 讲得很多也没有用的 只要讲一句就可以 可是我们作为凡夫人来讲 像我这样的根基人 这种人来讲 应该法听得还是多一点好 因为听得多一点 每一个法虽然里面的文字很多 但是归纳起来 有一个针对性的 对自己的现实是非常有帮助的 有一些作用 所以第一个 大家应该广闻博学 这一点很重要 没有必要 我现在知道了佛教的 这个皈依就可以了 皈依戒 其实我们所谓的 皈依戒和出离心都不一定懂 没有广闻博学不行的 但我们这种广闻博学 也不要在口头上 口头上你说的再多 也是在实际行动当中 一点没有行持的话 也没有意义的 佛陀在佛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欲诵千戒 不戒一句 欲者虽然他都诵了 一千个戒子 但是里面的一个意义 也是不会接受的 然后只诵一戒 戒千百亿 智者虽然送了一个偈颂 但是懂得了他里面的 千百亿的甚深教义 千百多的甚深教义 所以我想我们一定要 懂得这些意义以后 自己在实际行动当中 行持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行持 就像世间上的一个比喻 比如说一个非常 患来严重疾病的人来讲 他首先好不容易寻找医生 寻找医生之后 按照医生的观察 证断 给你开始除药房 然后自己也是取了一些药 结果自己一点没有服用 全部都是抛弃 放开 没有用 没有用的话 对你的病有没有好处呢 根本不会有好处的 佛陀在《三昧帝王经》当中 也有一比喻的方式 来说明这个问题 比如说长期 得病的一些可怜的病人 他先放百计 寻找良意 结果找到医生之后 他也是 首先是一心一意求他治疗 让医生以悲悯自行 对他进行治疗 进行治疗的时候 他自己根本没有服药 结果对病人来说无济于是 同样的佛陀的教法下面 获得出家的有些比丘和修行人来讲 如果你没有如理如实的修行 对教法对你来讲 也是没有任何用的 佛陀在有关这些大乘经典当中 也是这样宣说的 而且佛陀还在《全法圣行经》 《全法圣行经》里面 也是这样说的 我已说妙法 若闻不修圣 你已经闻了 没有修行 若闻没修行 患者不用药 我已无法救 就有这么一个偈颂 意思就是说 我虽然跟你已经讲了 但是你自己没有修行 就像是病人没有用药 对他来讲是没办法一样 因此我们应该 所得到的这些 全部一个一个都要修行 当然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千万也不要像有些 现在世间的有些学术界一样 这是了解佛法 是缺一点知识而已 在相续当中 根本对三宝是没有信心的 即使有一点信心 但是对来世也一点不害怕 然后因果方面不取舍 这种行为非常非常的可怕 因此我想我们大家应该在 遇到善知识的时候 自己所学过的知识 当然我们现在《入菩萨行论》 只学了前四品 还整个论典来讲 还没有学到很多了 但是我听说有些人 也许是可能 因为现在的人特别喜欢 说一些口头上的赞叹之举 有些人有一点帮助 以前根本不懂佛法的人 现在稍微懂得一点 以前不知道菩提心的重要性 现在也是明白一点 有这种情况 这就是我们佛法的作用 因此我想在座的各位 不要光是在字面上拼一下 光是这样过一下 这是没有多大的用处 应该所听到的这些法要 经常要观察 经常要习惯 习惯什么呢 就是我们对治烦恼 我个人来讲 有时候真的 静下心来的时候 也非常惭愧 这么二十多年当中 每天都是 如果所学到的知识 全部都是用在 堆积在烦恼上面 对着它 肯定有一点作用 但是好多时间 用在一些研究 翻译 还有其他的一些法性方面去了 所以现在真正 现在明天要如果死 那么今天我有什么样的把握 一点也没有 有时候自己心里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有时候觉得 不管怎么样 在这么多年以来 尽量地发了善心 不敢说是菩提心 但是也发了一点心 然后也没有特别地 浪费时间 通过自身的总结 来也有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这里的有些道友 学的时间确实是不长 你们时间的习惯 不用说我们前世是什么什么 这一世当中 你世间的各种恶劣的习气 喘息 这些方面的时间也是非常多 然后自己心里面的力量 也极为强大 当时怎么说 你花费的人力 精力 在世间法方面是非常多的 而现在佛法方面用了多长的时间 你用的时候 你的心来专注的什么样的长度 所以这样一观察的时候 自己确实是修得 可能不是很满意的 因此从以后应该有时候 我们为什么说是每天早上 最少也是大家在半个小时当中 观自己的心 你光是在口头上说 他的法相是什么 他的定义是什么 这样说的话 也是起不到作用 你一点都不知道 你修的话 也修不来 所以这些应该说是 理论和世间相结合 我们世间的一些老师 和世间的一些教授 也是口口声声说是 世间理论相结合 我们佛教 一定要世间理论相结合 如果你没有这样 那病人虽然看见很多很多的药 他也知道这个药叫什么 那个药叫什么 但实际上 自己一点都没有用的话 这个病好不好 不可能好的 同样的道理 佛教非常殊胜的 每一个智慧都是 能对着我们相续的烦恼 但是你在修行过程 懂者从来没有习惯用 一直说 哦 他就是这样说 这个说法知道而已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 绝对对自己相续是无有帮助的 因此我们以后学一点 尽量地关自己的心 尽量地 经常这样对治的话 到一定的时候 一定会有成就的 一定会有效果的 这就是佛陀的金刚语 并不是我们凡夫人的预测 这是我们也没有必要欺骗任何人 如果对大家没有帮助 我们做你弘扬这样的风法 没有任何意义 根本没有兴趣 在这个当中 没有什么自己的宣传 自我的一些推荐 没有这样的成分 这一点可以善报作者 但我们为什么 经常说佛法如是如是殊胜呢 确实对你们每一个人来讲 是佛教解决今生和来世的很多问题 包括我们自相续当中的快乐 自相续当中的幸福 也是通过佛教的加持力 和佛教的智慧力 在你的相续当中会提升的 因此大家对佛教 不共的殊胜心 一定要修行 没有修行 光是口头上说 就没有用的 今天学到这里 那么我们现在 第四品已经解释完毕了 速度 给我 Carolyn抢 参考 art 每、一、一、二、三、三、三、四、二、四、三、四、七、六、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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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四、五、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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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alles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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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